安装那么多衣室柜 总是会遇到一些 总是就会遇到一些特殊情况 就好比现在 这个柜子做大了 它现在是放不进去 以前还看到一些似乎在网上发 它说这个柜子做大了 放不去怎么办 现在就被我遇到上了 它这两边都有门套 所以可能是在凉的时候 它没有考虑两边有这个门套 所以这个尺寸就做得比较大 然后就形成了这种效果 现在就难办了 头痛 你要是柜子短个一两公分还好办 现在它是刚好 就跟这个门套边刚好的尺寸 就大一塌 所以怎么塞也塞不进去 大了两公分 现在就发挥自己的想象了 看有没有办法能把它放进去 现在量了一下 它这个柜子是52个 它上面这个空间也刚好是有52公分 我想一下 它能不能从上面这里 移进去 然后再从那个下方拉下来 目前看似是可以 但是就是说 当你把这个柜子挤起来的时候 看来那种效果 那种方法还是不可行 因为它两边的门套 它这个尺寸还是一样大 所以它是挤不上去的 所以说这个办法还是不行的 行不通的 因为它上面的尺寸 它还是宽度的话 它还是有个小于这个柜子的宽度 所以它还是有点距离 还是比较紧 还是不能试这种办法 等下柜子没塞进去 然后又把业主的天发给弄化了 到时候维修的话就更麻烦 在装这个时候 业主又不在这里 找沟通的人都找不到 现在 想想怎么办 怎么弄 来装个柜子就很简单 也很快的 现在在这里琢磨了半个钟 怎么弄 还是弄不进去 当然现在的办法 也就是唯一 叫业主把这个门套给它拆了 让他们去沟通一下 看它能不能拆门套 如果说这个门套你不拆 它这个柜子是进不去的 就好比你这样子 斜着进去 它也是没用的 因为毕竟这个柜子 它是个长方形 就是一个立体 所以它的斜角是更长的 也是不合理的 是放不下来的 这个东西难办 一年一到一次两次就是头大 装柜子就是最怕遇到这些情况 安装环境 所以以后我们再装这个柜子 或者是凉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两边的门套的尺寸 如果说你是买柜子的时候 不考虑这两个门套 你买回来的尺寸 这个柜子是塞不进去的 所以说不要像这样子翻车了 它这门套的边上打的是反洋彩砂 可能是不好拆 只能拆这一边 这个卫生间门的门套 看它能不能拆了 如果拆不了的话 就只能换个柜子了 各位大神们有什么好的办法 建议 帮我出出主意 把这个柜子给它放进去 不整了 放在这里 打到恢复 这个柜子